垃圾屋照種票,醒目婆婆沒有去投票 之前這棟新聞講到 有家圍區的選民被搬過旁邊的紅磡選區 以此兩區票一區投 陳生集團至10年起 在黃埔街和基利市南路一帶大規模收樓 涉及過千個堂樓單位至少一半已經空置 但圍著的紅磡選區 今屆新登記選民竟然多過取消的人 總選民人數不跌反升都相當可疑 我們查過登記冊,發現這一戶是最離奇 依然連備收樓後,三位住戶已經取消登記 但今屆竟然多了個叫黎雅妹的選民 究竟她是怎樣在垃圾堆中生活的呢? 我們就在附近一間地產店找到她 她開頭說這間垃圾屋還有人住 但後來就改口,說一年前中風楚磊子搬走了 我都沒有去投票 幸好你說沒有 另一個黃埔街的堂樓單位 今屆都多了個黃姓選民 但英文的南亞人說 單位四個宗客都是外籍人士 全棟大廈也根本沒有香港人住 我自己也沒有去改選民登記 住了家圍村幾十年的黃婆婆 今屆都離奇被改地址 原來她去年六月,經過民建聯九龍城辦事處 見到將二十元下午茶海報很吸引 但職員說她不是黃埔舊區居民沒得報名 於是用了女兒在紅磡選區的地址登記 我記得報名喝茶的時候 給了一張身份證職員填表 但份表是什麼,她就沒有留意了 結果因為怕犯法 投票也索性過澳門避風頭 我們沒有回應,沒有任何回應 我們沒有回應 上個月,蘋果踢爆這位民建聯小花 涉嫌送禮,哄選民改地址 但作為最大黨,二次中票 又怎止一個區那麼少 蘋果踢爆,民建聯又涉中票 空置堂樓,有人註了 同樣是空港新町 新劍中女社經理的林德成 今屆首度出選紅磡區 就以371票,擊敗做了12年的任國棟 其實我們選舉當日,已經發現 林德成的助選團 用中港牌私家車,不斷來回老人院 用中港牌私家車,不斷來回老人院 載一些老人家去投票 人家既然這樣回答,你又真是催他不像 不過有些事,就不是那麼容易拆 我們翻查選民登記拆 發現四五年前,已經被發展商收購的 黃埔街20棟堂樓 明明十失九空 但今計,竟然有300多個選民登記 追查之下,發現這裡至少幾十個選民 原來一直住在旁邊的家圍選區 而選舉前幾個月,不斷收到林德成電話 叫兩宮派鴻撼投給他 但跨區怎麼投呢?原來婆婆本身是文建聯長者會員 選民登記都是林德成的職員去年幫他搞 不過有些選舉承諾,有人就沒有兌現 阿飄當然要得不要浪費 同樣是一一年搬入紅一樓的他 日樣被搬遷,回到紅磡選區 他那些店都知道舊屋那邊 即是他知道你舊屋那邊 所以就幫你轉去舊屋的地址 對呀,他都知道 是不是林德成那邊的助手幫你轉舊屋的地址? 應該是林德成屋那邊 你跨了區去投票 紅磡和那裡都一樣 噢,我一樣,你以為一樣 不一樣的伯伯 去報假地址跨區投票 觸犯選舉條例 最高可以坐三年牢 涉嫌中票的林德成 又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上門找過他 你是林德成本人嗎? 是 有幾個住在嘉維邨和黃河邨的選民 就說給你們那邊改了住址 然後投了你票 就想了解回事情 去年8月已經發現選民明冊有問題的任國棟說 早就要求選舉事務處覆檢 但對方說 要到今年立法會選舉後才會更順